Hello 大家好 我是旅行周土豆 单车骑行大西北 现在依然是在甘肃的南州 今天准备在南州把我的自行车拿去保养一下 上次就因为坏在路上了 我感觉它没有怎么弄好 今天直接拿到这边的杰安特专卖店 然后再去弄一下 饺子也去 到后面的话 可能要到敦煌那边再去保养一下自行车了 看一下南州这边的沙城 这个自行车在外面放两三天 这灰都已经是这么厚了 你看 做个清洗 刚才是去看了一下我的自行车 然后自行车店的工作人员都建议我是把车做一个大的保养 因为那个车几千公里 然后一直是那种骑长途负重 从来没有保养过 再加上放了一两年 然后就决定了把车做一个保养 做保养的话可能还要再多等一天 所以的话可能在南州还会再多待两天吧 明天保养好 如果顺利的话 我叫他保养好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叫他给我做了一个加急 因为他们这边的话排队还挺多的 到时候给我加个急 如果明天晚上我能提到车 我后天再出发 现在我和饺子一起坐地铁去趟甘肃省博物馆 看今天能不能看到马他飞燕了 现在我们是到了甘肃省博物馆 看甘肃省博物馆的标志形 马他飞燕 第一次见 哇这个鱼化石都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年前的 真的太神奇了 鱼宁都有 鱼宁的纹路都能看到 正观之宝 看看古丝绸之路 我觉得像参观像博物馆这种地方 有个讲解会比较好一点 可能想说在后面去蹭一下 结果现在人家那些讲解员都说的好小声 他那些游客都是戴着耳机嘛 他很小声很小声很小声 不过也好 今天非常幸运的看到了 那个甘肃省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马他飞燕 哎满足了 看一下大西北的海底世界 从那个博物馆出来 这边有个西站夜市 吃一点小吃啊 哇 哇 这个怎么这么多人 鸡蛋牢骚 牛奶鸡蛋牢骚 看看这边的和我们那边有什么区别 哦这里面加这种花生米的 看看这个西梅长得好像李子 哇这边草莓真的可以 十块钱一朋友 我和饺子全买的水果了 今天晚上疯狂的 疯狂的吃水果吧 都补充点维生素 那边水果还可以 不贵 看看我的自行车 幻然于心 干干净净 这样子开始心情都好很多是不是 好大的雨啊 来来回回呢 那在南州已经呆了五天了 其实主要还是弄我的自行车 刚开始是不知道 刚来的时候就应该把自行车 骑到自行车店去弄的 我以为就是骑过去马上就可以弄嘛 还是自己太天真了 然后过去还排了一天的队 然后给我弄了一个加急 包含自行车呢 花了二百八十块钱 然后它是全部把它拆开 把里面全部清洗了一遍 把该换的一些线呢 全部都给我换好了 然后整个车是给我检查了一遍 我觉得还不错 今天呢又下大雨 这两天在南州待着呢 就跟饺子去了一趟博物馆 其他地方呢也没有怎么去 然后碰上下大雨 基本上就待在房间没有出门 然后也没有拍什么视频 明天不下雨就继续出发 我们后面的计划呢 就是然后直接到五威走 河西走廊 到时候我们可能到五威就不停了 我们直接到那个张业 到张业以后再去看看 七彩单侠就可以了 五威的话咱们就不休息了 因为确实在南州待的时间比较久了 哎呀 躺平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